今天中午人气话题带您来看到全球疫情严峻 但是有不少国家已经开始追求与病毒共存 陆续松绑边境 有专家认为追求清零对于经济代价太大了 但要与病毒共存的时机目前也还没有到 主要是国内的疫苗涵盖率还不足 预估要到三月国内才可以放松管制 而台大公卫学者陈秀希分析 六月有机会边境解封 至于完全免除入境的隔离 恐怕得等到年底 而前疾管局局长苏伊仁则预估 台湾最快在二三月可以宣布边境解封 缩短入境检疫期间 不过前提是要先把长者两剂疫苗的覆盖率 提升到旧城以上 振兴旅游业泰国宣布全面开放入境免隔离申请 越南则计划三月底要开放国际旅游 俊远执行全球最严边境管制的纽西兰 也终于要松绑了 面对不少国家无畏确诊数创新高 纷纷松绑边境 台大公外学者分析 五国等到六月就有机会边境解封 但要完全免除入境隔离 恐怕要等到年底 三到五月中间就可能需要做一些提前部署 六月可能会是入境解封的一个时期 还是要看三月到四月的疫情 而前机关局长苏伊仁 对于解封时间点看法更乐观 认为台湾最快二三月 就可以考虑先把入境检疫天数 缩短到五到七天 三月开始有可能就是说 我们先针对隔离检疫的天数 从十四天变成十天 专案的商务人士要进到我们台湾来 进行商务活动 那这个可能你要先开放 但想要打开国门 疫苗接种依旧是解封的最大关键 平平五国两剂疫苗涵盖率 六十五岁以上长者 目前只达到八成 七十五岁以上长者 更是有三成民众都还没完整接种 中央强调只要两剂疫苗覆盖率 无法达到九成 贸然开放边境就会有很高风险 这两百万的人以及三百万的小朋友 没有打疫苗这些人 事实上这就是我们在边境解封过程中 风险的存在 致死率上会差到十倍 优医师点出除了长者外 幼童疫苗也该列入讨论 像是辉瑞BNT已经推出 儿童版疫苗即将是成人的三分之一 台湾应该趁早布局 唯要把各年龄层涵盖率全面拉高 才能尽早恢复正常生活 就你们先听我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